爸妈资助了一对穷苦兄妹 妹妹手拿灰姑娘逆袭剧本 哥哥是男嫔后宫文男主 他们一个抢走我的未婚夫 一个夺走我的家产 最后把我转手卖去山沟沟 被人灵虐致死 再睁眼 我回到了选择资助对象的那天 爸妈犹豫不决 柔胜问我的意见 我指着角落里像个乞丐的小女孩 就要她了 只有我知道 这个小女孩手拿疯癖大女主剧本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证文现在开始 石先生 这些便是我们村里 符合资助条件的孩子了 一睁眼 映入眼帘的是破败不堪的土墙 面前站了一排穿着破烂的小孩 年纪介于我相仿 我低头看到了只有小孩才有的双手 立刻反应过来自己这是重生了 想起死前受的折磨 一股良意瞬间爬上几倍 我立刻抱住了妈妈的腰 将头埋进她怀里 妈妈关切的柔声问 南南 怎么了 我没有说话 只是抱紧了她 想到十年后爸妈的惨状 我鼓起勇气 看向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林家兄妹 这时 他们脑袋上方浮现出了一行行 类似于人物简介的字体 同我死前模糊看到的东西重合 这时 我才明白过来 自己十年后的悲剧从何而来了 林天宇和林娇娇是我们家前世的资助对象 他们一个手拿大男主逆袭剧本 一个拥有灰公样逆袭剧本 而我们家 便是他们两人剧本开始的一环 有了我们家的资助 他们的生活改天换地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 受到了超精英的教育 可谁能想到 他们学会走路的第一件事 便是拿我们家开刀 林天宇进了我家公司后 开始构陷爸爸偷逃税的所谓证据 害得爸爸心脏病发作猝死 而他借是控制了我家公司 一跃成为最大控股人 林娇娇也没有闲着 他勾搭了我的未婚夫 气死了妈妈 最后将我卖到了他们的小村庄里 一辈子困死 最后被虐待致死 我给了他们得以见到光明的机会 可他们却把我拉入深渊 何其可笑 缓过来后 我看向举气不定的爸爸 他注意到我的视线 蹲下身子柔声问我的意见 又宁 你觉得爸爸要资助哪个孩子 我这才抬起眼睛 看向面前站着的一排孩子 爸妈白手起家 这些年来所做的善事不少 但却是第一次选择 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 为表示诚意 他们带着我千里迢迢 来到这个小山村 除了帮助面前的这些孩子 改善生活外 爸妈还打算选几个孩子 作为长期资助对象 并把他们带回京市 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 上辈子 爸妈也同样问了我的意见 但我话还没说完 林天宇和林娇娇 便哭着跪倒在我面前 哀求着我选择他们 我被他们伪装出来的可怜 激发了同情心 便选择了他们作为资助对象 没想到 我竟然是从这一刻 开始隐瞒入室的 爸爸问完我的意见 果不其然 林家兄妹咚的一声 重重跪倒在我的面前 林娇娇有黑的小脸上 挂满了眼泪 抽气着就要来扯我的裙子 又宁小姐 求求你选择我和哥哥吧 我们一定会努力读书 不辜负你们的期望的 林天宇紧随其后 开始哭诉家中的艰难 爸妈在我们刚出生 没多久就死了 现在奶奶身体也不好 我们真的很想读书 求求又宁小姐发发善心吧 他们这一举动 打得在场的人措手不及 爸妈眼里流露出几分心疼和同情 其他孩子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纷纷愣在了原地不敢上前 林家兄妹还在哭号 我却无动于衷 忽然 我看到了缩在房间角落的女孩 她浑身脏污 像个小乞丐 但头顶的大字 却明晃晃地照进我的眼里 风批大女主 裴月 是富沙姆 后面一长串的文字 我没有心情再看下去 因为裴月转头和我对上双眼 那双眼睛黑亮 有着超出同龄小孩的深沉 里面闪着强烈的希望 心底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选她 一定不会出错 于是 我在爸妈惊诧的眼神中 缓缓走到裴月面前 拉住了她的手 爸妈 救她吧 裴月看上去比我小 在听到我选择她的那一刻 黑钥匙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就连拽着我的手也不自觉用力 许久 我听到一句极青的声音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爸妈很惊讶 但也没有多问 转头去和村长了解情况 一个小时候 我牵着小裴月的手 坐进了劳斯莱斯里 透过卫河上的车门 我看到了邻家兄妹 盯着我如复古之居的眼神 瞬间让我遍体声寒 他们的眼睛里 流露着不属于孩子的怨毒和心机 但在我看过去的时候 又恢复了一贯的天真和可怜 小裴月感受到我的异常 伸手握紧了我的手 稚嫩的声音传来 佑宁小姐 我会保护你的 我望着她 重生后强烈的不安 竟然奇迹般地被抚平 剧情的力量是强大的 邻家兄妹还是如前世一样 出现在了我家楼下 我没有很惊讶 脸上露出了笑容 佑宁 你过来 爸爸在楼下笑着向我招手 我乖巧地过去 只听她向我介绍面前的两人 这是林天宇 林娇娇兄妹 在我们离开不久 他们唯一的亲人病逝了 爸爸想了想 还是决定资助他们读案大学 你选的那个孩子 和他们是一样的待遇 我笑着朝林家兄妹问好 他们也朝我露出和善的笑容 又宁小姐好 这时 裴月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小手紧紧握住我的衣角 露出小鹿般受惊的眼神 害怕地看着面前的林家兄妹 说出了一句 让我们都震惊的话 又宁小姐 林奶奶不是病死的 裴月口中的林奶奶 是林家兄妹唯一的亲人 此话一出 爸妈皆是愣了一下 因为他们前两天才得知 林奶奶病逝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养了孩子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他们这才心乱 选择额外资助林家兄妹 裴月小生继续说 我离开的那天看见了 是娇娇往林奶奶的药里 加了老鼠药 什么 爸爸惊诧的眼神 落在面前的林娇娇身上 旋即眉头微皱 小月 你确定吗 话可不能乱说啊 你有什么证据吗 裴月似乎是被看得有些害怕 又往我身后缩了缩 声音细弱文盈 那天 只有佑宁小姐和我在一起 爸妈的目光又落在我身上 我抬头看了眼林娇娇 紧领着嘴 低下头没有言语 在宠爱我的爸妈看来 这一举动 无疑证实了裴月方才的话 妈妈将我拉到一边 蹲下身子和我对视 语气温柔 嫩嫩 告诉妈妈 你真的看到了吗 我别别嘴 忽然扑到了妈妈怀里 语气哽咽 对不起妈妈 我太害怕了 我没有明说 但我的反应已经足够说明一切 妈妈心疼地抱着我 脸色已然变了 林娇娇和林天宇还没反应过来 爸妈看他们的眼神 已经不对劲了 林娇娇眼见情况不对 眼泪说掉就掉 裴月 我和哥哥不会对你造成威胁的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读书的机会 这难道也有错吗 林天宇更是直接跪在爸妈面前 诗先生 我和妹妹只有奶奶一个亲人 我们怎么可能会伤害他 求求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二人表情诚恳 可只有我知道 在他们低下头的瞬间 扫向裴月那不善的眼神 那眼神分明在院裴月挡了他们的路 恨不得把他扒皮拆骨 毕竟一个连自己奶奶都能毒杀的人 能好到哪去呢 上辈子 林奶奶也是死于林娇娇之手 林奶奶重男轻女极为偏激 林娇娇从小过得并不如意 比起林天宇来说 他甚至称得上是凄惨 所以在他来京市的前一晚 用同样的方法把人杀了 只是不巧 因为我的转变 他们兄弟二人错失了来京市的机会 林奶奶都死成了剧情的推动力罢了 爸妈没有正面回应林娇娇二人的话 只是先叫来管家把人带了下去 我带着裴月转身回了楼上 转身前还能看到爸妈那难看的脸色 爸妈不见得相信裴月 但一定会相信我 我没有办法改变 他们想要资助他人的决定 那这个被资助人 这次只能由我来挑选 上辈子临死前我才知道 林娇娇和林天宇二人 早就窥见了自己的人生剧本 我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小说里的工具人 裴月的到来 对林家兄妹起了不小的作用 爸妈最终决定放弃资助林家兄妹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还在给裴月布置房间 佑宁小姐 这也太华丽了 裴月不自在地低头 看着身上的小裙子 手足无措的 她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憋红了一张小脸 我笑了笑 捏了捏她没多少肉的脸 我叫施佑宁 你以后不用叫我小姐 从现在开始 你和我一起生活 一起上学 裴月认真的看着我 漆黑的眼珠明亮 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一年的我九岁 裴月七岁 裴月长到七岁没有读过书 身体各方面也出了不小的问题 爸妈知道后 专门请了营养师 负责为我和她调理 裴月比我小两岁 跟我在同一所学校不同年纪上课 自从有了读书的机会 裴月仿佛九汉冯甘霖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她生怕自己抓不住 摆在面前的一切 因此总是拼了命地学习 裴月不愧手拿大女主剧本 智商卓越 在得到了正常的教育后 再加上她一日复一日的努力 很快连跳两级 在初三和我一起参加中考 顺利升入了本事最好的高中 上了高中后 我和裴月渐渐有了差距 尽管我活过一次 但同样的知识点 她一遍就能学会 甚至还能举一反三 我却要学习两遍三遍 随着考试次数越来越多 她依旧稳居年纪第一 我却总是徘徊在年纪中上游不上不下 我有时会难受 为什么自己重火一事 既没有向电视剧里大开金手指 也没有智商过人 成绩霸榜 这么多年 我和裴月的关系不好不坏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层隐形的薄膜 穿不过刺不破 她作为被我家资助的学生 一直本分又拘谨 而我本身性格使然 待人接物也不算太热情 尽管我从小到大多次强调 不要叫我又宁小姐 但裴月总是下意识喊出这个名字 说多少次了 直接喊我的名字 又一次听到令我不适的称呼后 我再也忍不住爆发了 语气也不由地染上了怒意 面前正在给我讲题的裴月愣了一下 很快低声道歉 抱歉 又赢 自从发现自己的学习进入瓶颈后 我的情绪起伏不定 裴月看出来后 主动提出帮我补习 上辈子 因为家中的富裕 我不需要怎么努力学习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兴趣爱好上 对公司的管理和了解也少 这才给了林家兄妹的可乘之机 这一事 我放弃了那些对我没用的爱好 把重心放在读书和学习公司管理这一方面 裴月在兼顾自己学习的同时 还会抽出时间来帮我总结复盘 但这段时间 不管我怎么努力成绩都没有丝毫起色 利器积压在一起 让我的心情也不怎么明朗 意识到自己话说中了后 我愧疚地低下头 对不起 我语气不太好 你别放在心上 裴月淡淡地笑了笑 摇头说 你不开心 今天就不学了 我赶紧抢过卷子 我没有不开心 我要学 裴月静静地看着我 那双黑亮的眼睛似乎能看透一切 他没有多说 好像看出了我的不安和焦虑 伸手拿过试卷 想要继续讲解 在他伸手过来时 敞开的衣领有些低 我敏锐地看到了 藏在衣服下通红的伤痕 瞬间瞳孔一缩 我扒了开他的衣角 语气着急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受伤了 随着我的检查 我这才发现 裴月身上大大小小的满尸伤口 甚至亲子不医 触目心惊的伤口 让我皱起眉头 在我的追问下 他这才说出事情 上了高中后 裴月开始诅笑 我和他的接触少了不少 但我没想到 他竟然一直遭受着别人的霸凌 这些伤 应该大多都是他们弄出来的 电光石火间 我意识到一个 对我忽略已久的平衡 上辈子的裴月 靠自己拼出了一条血路 经历了无数坎坷困难 而现在我资助了他 让他的路少了些曲折 可是他必须要经历成长的那些事 又以另一种形式 回到了他的身上 心里说不清是心疼 还是愧疚多一些 我赶紧喊来私人医生 对裴月做了一个全身体检 可最后医生的话 却让我傻眼了 小姐 裴月同学并没有什么大碍 他身上不少的伤 都是练拳练出来的 练拳 我惊讶地看着裴月 他无奈点头 笑了笑 他们刚开始霸凌我 我确实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但没多久 我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学习泰拳 现在 他们有些人 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裴月说得轻松 轻飘飘几句话带过 但我不敢想象 这段时间 他到底遭受了多大的恶意和伤害 有太多我没有的勇气和从容 因为这件事 我对裴月的关心更胜从前 他不肯多说自己受的委屈 我便自己去调查 这一查才知道 裴月遭受的霸凌 竟然从踏入高中的一刻就开始了 贵族高中总会有不少混吃等死的二十组 他们之中有些人看不起裴月特困生的身份 又嫉妒他惹眼的长相和成绩 一场长达半年之久的霸凌 就这样开始了 起初只是以宿舍为单位的孤立和恶作剧 后来渐渐发展成班级欺凌 有人会恶意损坏她的桌椅 在课本上写满低俗的辱骂话语 有人会故意把她堵在卫生间 逼她喝下恶臭肮脏的会晤 直到最后渐渐发展到肢体暴力 但这些 裴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顺藤摸瓜之下 我找到了背后霸凌的主持者 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女孩 徐瑶 但她背后的集团 对我来说可不算陌生 当年 爸妈放弃资助林家兄妹后 他们被送回了山村里 但是没多久 他们二人又受到了 外界其他好心人的资助 这位好心人便是徐母 徐氏集团的女总裁 徐瑶便是她唯一的女儿 回到学校后没多久 我本打算亲自找上徐瑶 但没想到 裴月先一步出手了 你干什么 你这个疯婆子 赶到学校顶楼的时候 徐瑶淒厉的惨叫声传来 只见他身边 躺着五六个横七竖八的跟班 他们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着 而徐瑶则被裴月扯着头发 按在地上抽打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需要的眼睛瞬间亮了 他仿佛看到了救星 不管不顾地朝我喊叫 喂 门边的那个 你是施加的吧 快帮我报警 叫老师啊 还愣着干什么 我没有说话 反手关上大门 在他愣神的瞬间 裴月将他的脑袋 重重地磕在地上 血顺着他的脑门流了下来 他瞬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头一歪 昏死了过去 裴月身上挂了不少彩 眼中还有着未退去的横力 整个人像一头被激怒的恶狼 他看了我一眼 愣在原地 旋即眉头微皱 语气有些不好 你怎么来了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有些惊讶于裴月的果断决绝 但转天一想 他毕竟是前世那个 靠着自己闯出一条血路的女孩 没点心性能力 怎么可能呢 我走到他身边 在昏过去的徐瑶身上 泼下准备好的粪水 你说我来干吗 裴月嫌弃的后退一步 眼神松动不少 被刺鼻的恶臭熏醒的徐瑶 看到自己身上的东西后 再也控制不住 崩溃大哭起来 嘴里叫嚣着狠话 显然还不死心 裴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把美术刀 在徐瑶惊恐的目光中 抵到了他的脖子上 他语气森森 你说 我要是在这杀了你 在杀了他们 会有人发现你们的尸体吗 徐瑶害怕得眼泪直流 球球般的眼神看向我 我摊手 看我干什么 我说不定会帮他一起埋尸 徐瑶颤抖着声音质问我 裴月他就是个贱民 靠着你的资助才有了今天 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就勾引男人 你为什么要帮他 我被气笑了 勾引谁 林天宇吗 听到熟悉的名字 徐瑶眼睛一瞪 死死地看着我 就好像下一秒 我会和他抢人一样 只能说林天宇 不愧是后宫文男主 将一个又一个女孩 迷得神魂颠倒 甚至不惜 让他们因此大打出手 我看向裴月 对方好像早知道 我要问什么一样 解释到 林天宇和林娇娇在隔壁谱高 不知道这个疯女人 哪里看出 我要和他抢林天宇了 徐瑶眼里 仿佛要冒出火来 贱人 得了便宜还卖乖 天宇哥哥说了 是你甜不知耻勾引他 以自己小时候 抢了他的资助名额 心存愧疚为借口 蓄意接近他 看着面前张牙舞爪的女孩 我好像想起了 前世渐渐走向悲剧的自己 也是这样可悲又不自知 在最好的年纪 女孩们就应该发光发热 尽情绽放 而不是在这为了一个男人 互相争斗 尽管知道是林天宇 人生剧本的加持 但心里还是 不可避免的难受了一瞬 徐瑶的母亲 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 在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 受到欺负的第一时间 就杀来了学校 不过却被我抢先一步 把人拦在了门口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和徐母说了 在她警惕的眼神中 我拿出了收集好的 关于林天宇 蓄意引诱徐瑶的证据 徐总 你也看到了徐小姐如今的模样 你把她培养成千金名媛 应该不是为了 让她成为林天宇的踏脚石吧 坐在我对面的徐母 眼神微动 眼里压抑着怒气 徐母靠着自己一步步走到现在 林天宇是什么心思 自然不用多说 她是个名士里的人 在找到了事情的始作俑者后 便礼貌告辞了 徐母一直以来 对徐瑶颇为宽容和溺爱 就算察觉到林天宇不轨的心思 她也不见得会放在眼里 但现在 她唯一的女儿的路已经走歪了 没多久 徐瑶被送出国的消息传来 据说在出国的当天 她哭闹着不肯走 嚷嚷着无论如何也要见林天宇 最后直接被打晕带走 这件事过后 徐母自然不可能再继续资助林家兄妹二人 资助断了 他们在寸土寸金的精湿存活都是问题 但我没想到 林娇娇会恬不知耻地找上我 彼时我正和陪月在会所里 挑选两个月后生日宴会要穿的高定礼服 林娇娇不知道怎么进的会所 烹红这双眼睛出现在了我面前 又宁小姐 真的是你 她欢喜雀悦地看着我 好像见到了什么久违的好友 我上下打亮着林娇娇 和前世的模样性格毫无二致 你好 我客气又疏离地回应着 林娇娇像是没有感受到我的冷淡 自顾自地说着 眼泪说掉就掉 又宁小姐 当年奶奶的死真的和我没有关系 我是被冤枉的 我笑着打断 那你的意思是说 本小姐眼睛瞎了 林娇娇慌张地解释 哭得更厉害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又宁小姐怎么会有错呢 你肯定是受人蒙骗了 她这句话 指向性不要太明显 果然 在她低下头的一瞬间 我捕捉到了 藏在她眼里的不甘和怨恨 她的眼神落在我身旁的裴月身上 准确地说 是落在她身上穿的高定礼服 和名贵珠宝上 上辈子 我作为独生女 爸妈工作忙到不着家 林家兄弟虽说不住在我家 但总会隔三差五 借着各种理由找我 一来二去 我便和他们成了朋友 此后我有了东西 林娇娇也少不了 在徐家的那段时间 她估计也是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徐姚 现在一招跌落 自然接受不了落差 我没有说话 但这时有人开口了 声音从门口传来 哪里来的小美人 哭得这么梨话待遇 轻飘的声音响起 我不用看也知道是谁了 我前世的未婚夫周贺轩 林娇娇寻声看去 对上周贺轩含笑的桃花眼 一张脸羞红了大半 你怎么来了 我诞生到 当然是因为未婚妻在这呀 周贺轩旁若无人地进来 坐在了我的对面 还顺手拉了林娇娇一把 站着干什么 坐呀小美人 林娇娇刚刚还站得挺直 恍若一朵坚韧不屈的小白花 现在被她这么轻轻一拉 竟然直接跌坐在周贺轩身上 她慌张地站起来 却又狡猾似的一扑 又趴回了周贺轩身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她红着一张脸 看着面前近在咫尺的周贺轩 却一点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不可否认 周贺轩确实当了起 林娇娇人生剧本里的白马王子 长相帅气 家世优渥 上辈子我和周贺轩商业联姻 并没有太多感情 她名声在外 是出了名的浪荡子 却为了林娇娇收敛新兴 甘愿从万花丛中抽身 在我消失后 二人的结合 还被上流社会传成一段佳话 但现在 周贺轩可不敢为了林娇娇 轻易和我撕破脸了 这几年 我有心学习管理公司 爸妈很欣慰 请了不少名师教导我 我早就不是前世那个 对商业一窍不通的石油宁了 凭借上辈子模糊的记忆 和今生的所学 我早早的帮公司 规避了几个大的风险 甚至为爸爸精心挑选了 几位不错的合作对象 由今几年过去 我家的发展如日中天 早就不是现在的周家 能攀附得起的了 我没有理会周贺轩 和林娇娇之间的暧昧涌动 转身拉着裴月 去挑选其他手势 这个红宝石不错 很趁你 这对翡翠尔环怎么样 喜欢吗 我拉着裴月精挑细选 恨不得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他 在他无奈含笑的眼神里 把刚才看上的手势衣打包 顶着林娇娇 极度的快要冒火的眼神 实施然离开了会所 那件事过后 我让裴月搬回了家里 我们的关系 好像又回到了初见 中间的那层薄膜 不知何时悄然消失 面对我的好意 裴月已然能坦然接受 不过可能是这次我盛情太过 让他有些无奈 又宁 你给我买这么多东西 平时也用不上啊 裴月看着满床的衣服手势 无处下手 总有用上的时候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不好好打扮 真是可惜了 听到我的夸赞 裴月难得的难为情了 就连拿起书的手 都有些不自然 看了眼 逐渐沉浸在学习中的女孩 我悄悄退出了房间 这段时间 是上辈子裴月创业的开始 希望有了我的到来 她能少受一点苦 顺利成为前世那样耀眼的人 裴月越来越忙 一分一秒对她来说都负卖紧张 她仅用一周时间 准备就拿到了 全国最高学府的保送名额 自学的软件设计 也出路锋芒 在家见到她的时间更少了 看到她这么拼命 我也已经有点着急 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就好像 你身边有这么一个发光的人 你也会不自觉 想要朝她靠近 在兼顾着学习的同时 我密切关注着 林家兄妹的动向 林天宇失去资助后 靠着身边的爱慕者 支撑了一段时间 但有我在 怎么可能会让她好过 来一个我断一个 来两个我断一双 就算她是后宫文男主 对那些有权有势的女孩 有着无意识的吸引力 但我有手段 还是钱是他们用过的手段 我自然不吝啬 全部归还到他们身上 林天宇被逼急了 想要找林娇娇接计 可正和周和轩 打得火热的林娇娇 怎么可能会理会她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也没有钱了 上次给你的十万全花没了 林娇娇的暴躁尖锐的声音 透过录音笔传出 伴随着嘈杂的沙沙声 显得尤为突出 林天宇无所谓的笑 十万块钱够干什么的 我现在没有经济来源 我是你哥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 上周勾搭的那大小姐 也不知道戳了什么风 分手的时候 还把送我的表给要了回去 真是越有钱的人越抠 林娇娇 我也没钱了 下个月 周和轩要带我去参加 十有宁的生日 我带你混进去 你自己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如果能拿下十有宁的话 后半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林天宇不以为意 这种不安适适的大小姐 最容易得手了 实在不行 生米煮成熟发 他们这些人 不是最好面子吗 林娇娇显然更谨慎些 别忘了他身边还有裴月 小时候就摆过我们一道 要不是裴月 我们也不会沦落到现在的境地 一个小杂种 也配得上那些名贵的东西 徐瑶也是个没用的 半年了都没把他弄死弄残 还被打成那样 林天宇若有所思的笑了 听说裴月现在很厉害啊 不仅保送了A大 还拿了什么破奖 也不知道裴伯父裴伯母 知不知道这件事 二人刻薄又愚蠢的声音断断续续 我却没有心思再听下去 心思全被一件事占据 裴月的身世 是让他前世成为 冷血冷情的风批女主的源头 上辈子 在我被林娇娇卖去山沟里之前 裴月的名字已经如雷贯耳了 彼时的他不过二十岁 却一路摸爬滚打 靠着自己有了好几家上市公司 成了今世炙手可热的商圈新贵 但他有一个怪病 那就是不允许身边出现一个男性 据说他对男人的厌恶 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 这件事曾经还被不少人津津乐道 纷纷猜测裴月身世受过什么情伤 但那样一个连活下去都困难的人 怎么会有心思恋爱呢 我不敢去猜上辈子的裴月 到底经历过什么噩梦般的事 光是想想就觉得呼吸困难 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啊 裴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见我愣愣地坐着 在我面前挥了挥手 我赶紧收起了录音笔 今天怎么有时间回家 工作是不是很忙吗 裴月无奈地笑 再有几天就是你生日了 我得提前回来准备啊 准备什么 我不解 他瞪我 还能是什么 随着音乐的播放 盒子里的小人也开始旋转舞蹈 不是很贵重的东西 希望又您能喜欢 我愣愣地接过 直勾勾的看着 透明保护壳里跳舞的小公主 眼眶有些酸涩 我和他都心知肚明 过几天的生日宴会不简单 而我也只把生日 当成一个围猎林娇娇和林天宇的幌子 尽管如此 裴月还是精心为我准备了礼物 他心思很细腻 懂事到什么事情都不过问 就连小时候我吩咐他的事 他也只是乖巧照做 和我一唱一贺地 赶走了林家兄妹二人 上辈子 一切的转折 便是发生在我的生日宴会 在那天 林娇娇会哄骗我喝下不明药物 带着爸妈和一众宾客前来捉奸 因为这件事 我被周和轩退婚 成了惊世的笑话 公司的股价暴跌 到处都流传着我的留言 也就是在今天后不久 明天宇程序而入 林娇娇堂儿皇之和周和轩成双入队 爸妈接连出事 谢谢你 我很喜欢 回过神来后 我笑着看向陪月 陪月起初还有些忐忑 但在听到我肯定的答复后 脸上有了笑容 我看着她的笑容 心想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陪父陪母 出现在她的面前 上辈子陪月在她们身上 经受的苦难 这一次让我来斩断吧 生日宴会办得很浓重 爸妈宴请了社会各界的名流前来 声色犬马间 竟是名利场的谈笑风声 陪月穿着一袭淡蓝色长裙 有刃有余地 行走在各色商人间 推杯换盏 她很有天赋 爸爸说她是天生的商人 绝非持中之物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我挽着爸爸的手出现在宴会场 气氛在这一刻到达高潮 有人惋惜 为什么施家的继承人是个女孩 有人笑着商量 怎么挤着周和轩娶到我 更有人已经肆无忌惮地 畅想我日后 怎么为他们相复轿子的美梦 例行公事般 跟着爸爸游走了一圈后 我再也维持不住 脸上快要僵住的假笑 找了个地方喘息 站在楼上 能清楚地看到 露天花园里的众人 我的目光锁定在 浓情利益的周和轩和林娇娇身上 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眼神暧昧地快要拉丝 终于林娇娇朝后花园走去 没多久 周和轩也按捺不住 紧随其后 我勾唇笑了 给了暗处的保镖一个指示 随后心情颇好的准备下楼 然而就在我转身的瞬间 一杯酒毫无预兆地 颇在我的胸口 抱歉 冲撞了小姐 熟悉的声音传来 抬眼看去 一袭黑色西装 穿得人模狗样的林天宇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我面前 我低头看了眼 被红酒阴湿的裙摆 眼底闪过嫌恶 但脸上还是保持着微笑 没事 请问你是 重生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 对上成年后的林天宇 不可否认她 确实有点皮囊 否则也没有迷倒 那些千金小姐的本事 但面前这张脸 却还是如前世一样 让人恶心 林天宇微笑着 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林天宇 小时候我们见过的 又宁小姐你忘了吗 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熟忍的和她攀谈起来 她眼里闪过一丝得意 好像在自豪 只要是个女的 就一定会为她的魅力所折服 但在半小时候 我冷淡的态度 明显让她有些不满 她转换策略 提出亲自送我去房间换衣服 我欣然答应 毕竟我等这一刻 很久了呢 和上一世有所不同 现在的林天宇 竟然打算亲自来做那个肩服 刚进房间 她忽然从身后一把抱住我 仗着男性绝对的力量优势 强硬的想要掰开我的嘴 为我吃下什么东西 又宁小姐 吃了吧 你会很快乐的 相信我 林天宇的动作愈发凶狠 但下一秒 她瞬间被人踹倒在地 只听一声惨叫传来 我身上多了一件毛毯 陪月来了 她冷冷的看着 倒在地上哀好的男人 捡起地上的药 直接掰开她的下巴 毫不留情塞了进去 吃吧 快活死你 林天宇反应过来后 猛扣喉咙想要吐出来 但陪月哪里会让她顺心 一把卸了她的下巴 哎呀 林天宇躺在地上 物业挣扎着 但很快 她的意识开始迷离 我没有再看下去 拉着陪月离开 还不忘贴心地打开门 那里面 我可是给林天宇 准备了大惊喜呢 前世她是怎么算计我的 现在也该自己尝尝落果了 半个小时后 我把所有人都聚集到了会客厅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不仅不慢走到展台中心 我清了清嗓子 宣布了一个 让在场人都震惊的消息 从今晚开始 我施家和周家的婚约不复存在 从这一刻开始解除 麦克风将我的声音 传遍了宴会厅各个角落 众人先是一愣 随后毫无顾忌地 开始大声议论 他们有人猜测 是我施家眼高于顶 罔顾情义 看不起如今的周家 但很快 我打破了他们的一切猜想 随着一阵 呲呲啦啦的电流声响起 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赫然出现两道 忘情深吻的身影 男的嘛 大家自然都认识 不是周和轩还能是谁 视频截止在少儿不宜时 随着屏幕熄灭 所有人都露出了 吃瓜看热闹的表情 一个个的眼神 恨不得粘在周家夫妇身上 四处寻找着周和轩的身影 嘖嘖 还得是周大公子会玩啊 既然在自己未婚妻的生日上劈腿 那女的也不见得 是什么好东西 周和轩订婚的消息谁不知道 敢这么明目张胆勾引 是想稍微想疯了吧 周家人最好面子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抬眼看去 周母的脸色果然难看至极 阴沉的都能滴出墨 周父还得陪着笑脸 应对前来关心的众人 爸妈起初被我这胆大的操作惊住了 但在看完视频后 最基本的礼貌微笑也消失了 对于周家父母的求情 他们置若罔闻 忽然 人群开始骚动 是林娇娇回来了 为了避嫌 周和轩还跟在他身后有段距离 众人看到林娇娇 玩味的笑容在他周身游走 纷纷低声议论 林娇娇还不明所以 贱人 大庭广众之下 勾引别人未婚夫 你还要点脸吗 林娇娇被扯住头发 尖叫着求救 周和轩想要上前 却被周父拦了下来 但很快 周母冷静了下来 朝保镖使了一个颜色后 林娇娇被捂着嘴拖了下去 今天闹了笑话了 在这里给大家赔罪了 日后有机会再见面 周母扬起了一贯的微笑 领了周父和周和轩离开了宴会厅 家丑不可外扬 可现在周家的丑不仅扬了 还扬得很厉害 林娇娇的下场自不用多言 上流社会 豪门是家 对于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 还是一个寄生虫一样的女人 有的是手段折磨 一场闹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警察来了 在吃瓜群众的持续懵逼中 警察直办会所某个房间 从里面抓出了一堆聚重磕药的男人们 我站在二楼 俯视着楼下的闹剧 回忆不受控制的飘向前世 我想起了那时 自己被众人嘲笑奚落 被冤枉 被折磨 从身体到精神的一层层打击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 都抑郁的恨不得自杀 就像裴瑞送我的八音盒一样 我本该在温室里肆意成长 尽情舞蹈 但他们却折断我的翅膀 撕下我的裙摆 把我踩进尘埃里 最后得意洋洋的 把我的一切占为己有 还要给自己用上最美好的 此早加以修饰 灰姑娘因为王子的拯救 成了公主 但我不需要 裴瑞也不需要 裴瑞不知道 什么时候来了我的身旁 侧头对上她黑亮的双眼 好像透过十年的光阴 看到了初见识的她 坚韧 又充满希望和温暖的她 这一次的她 终于不再是前世 封批无情的裴瑞了 尾声 裴瑞去A大读书的第一年 我也顺利得到了 保送资格去了A大 不过我并没有着急去读书 而是隐藏身份 来到公司从基层开始实习 裴瑞的小工作室 也在这一年开始展露头角 很快变成了 当下最有潜力的心血液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不长眼的林娇娇出现了 她好像疯了 被折磨疯了 在周夫人的手段折磨下 她坚持了一年才疯 也算不错了 她堵在了裴瑞的公司门口 拿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硫酸 想要毁了裴瑞 但还没有出手 林娇娇就被人发现提前制服了 被送上警车的时候 她还在尖叫着说胡话 到头来 林娇娇竟然连要报复的重点 是谁都不知道 像急了上辈子被蒙骗到死的我 林天宇进去了没多久就被放了出来 但很奇怪 她竟然没有声势作妖 我猜测 有可能是她所谓的后宫文男主光环失效了 毕竟现在的她 后宫里可全都是男人 还都是些有特殊癖好 特殊手段的男人 反来裴瑞 七岁以前 我好像活在地狱里 每天一睁眼 就要想办法填饱自己的肚子 我爸是个毒鬼 一喝酒就喜欢砸东西 打人 他总骂我小砸种 因为他觉得我不是太亲生的 后来我长大了一点 会说话了 能听懂村里碎嘴的婶子们的话了 他们说我妈很脏 做着见不得人的皮肉生意 简单来说 就是出去卖的 后来托我爸老实 并不要彩礼嫁给了她 我妈以为 她把自己的过去瞒得很好 但随着我的长大 村里的质疑声越来越大 所有人都说我不像我爸 说我说我妈在外面没打干净的野众 再加上我是个女孩 一时间 我爸对我的厌恶到达了顶峰 他开始打我 打我妈 打到最后 他觉得还不够 拖着我妈去外面做起了生意 我妈负责招揽客人 而她只需要坐等收钱就好了 起初我妈是不愿意的 但被我爸跃跃老时 开始觉得这样好像也不错 他们去了城里后 我没人管了 我没有钱 人又小 只能趁着夜里偷点东西吃 但次数多了 就容易被发现 被发现后就是一顿打 七岁那年 村里来了一对很好看的夫妻 他们有一个女儿 长得跟小仙女似的 穿着昂贵的小裙子 被爸爸抱在怀里 我看得愣住了 紧接着 村长就把村里所有的孩子 都叫去了他们面前 这时我才知道 原来是那对夫妻发善心 要帮助村里的孩子们上学 还会挑选几个孩子 带去城里接受教育 我兴奋极了 马不停蹄就要往村长家跑 可是我还没能到村长家 就被我妈拦下了 她不由分说地抱着我就要离开 你一个女孩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妈妈能害你吗 现在就带你去吃好的住好的 我挣扎着不肯去 却被她猛扇了几巴掌 再也没有了离开的力气 她气骂道 老娘生你养你 该轮到你回报我的时候了 她说只要我让他们高兴了 就能有饭吃 有新衣服穿 于是我信了 自此坠入了一个深渊 我趁着我爸醉酒 一刀捅死了他 我永远忘不了 我妈回来时看我的眼神 像在看一个魔鬼 于是我把他也杀了 最后放了一把火 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 彻底离开了那个地狱 我离开后 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吃了很多年的苦财 赚到了一点钱读书 我好像一块海绵 想要吸干净所有的知识 还仍觉得不够 渐渐的 我开始利用我学到的东西赚钱 一开始会有点困难 但随着我越长越大 曾经那些我看着解决不了的事 变得不值一提 我花了五年时间 创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所有人都对我毕恭毕敬 尊称我一句陪总 好像我的人生一片光明了 可没有人知道 在一个个夜不能昧的深夜 我都疯狂地想去死 因为一闭上眼睛 眼前全是那三年的噩梦 我开始恐难 厌恶一切男人的靠近 有人说我有病 是个疯子 但是无所谓 我本来也快要疯了 终于 在又一个黑夜 我自杀了 死前 我将所有遗产捐献给了慈善救助机构 我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优先帮助女孩 我以为死后迎接我的会是地狱 没想到我回到了七岁那年 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小仙女 不过这一次 她没有乖乖地窝在父亲怀里撒娇 而是哭丧的一张脸 像是看到了什么害怕的东西 我没有给自己太多时间 因为我知道 我妈快来了 我用尽全力跑到村长家 躲进了孩子们中间 缩在一个角落里 那对夫妻是来挑选孩子的 上辈子 他们选了邻家兄妹 我知道这次可能也一样 但我只想要一口喘息的时间 一个躲开我妈的时间 当白白软软的小仙女 伸手指向我时 我是惊讶的 但她的眼神坚定 就好像 我是她的救命稻草一样 但分明 她才是我的救命稻草 很多很多年后 又拧有了喜欢的人 总喜欢对她说 如果当初没有我 她就不会有今天 她说我是她的救赎 可是不是的 明明她才是我的救赎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